我是没想到我要因为这个事情再出一个视频 就是三大队这个电视剧和电影到底哪个版本更好 之前其实我就出过视频啊 但是那个时间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啊 昨天我在说这个我是刑警这个剧的时候 我说他这个鱼鹤伟扮演这个角色和三大队里面成兵队长有点像啊 都是能几十年如一日的啊 坚持不放弃啊 最后终于把这个案子破了 然后我说我指的这个三大队里面的这个队长成兵是张一那个版本 啊我觉得电视剧版的三大队不如电影版的三大队啊 就很多人出来反驳 主要是说你你只能代表你自己啊 我觉得三大队电视剧比电影好多了啊 而且这个你也不代表权威 那我们其实就来说一说权威的情况 我确实不代表权威 但是某班的评分啊 获奖的情况是能说明这一点的 那电视剧三大队在过去的一年获奖了没有 没有啊 他在这个几个电视奖项有提名啊 就是那个最佳电视剧里面有提名 像飞天奖金奖的都有最佳电视剧的提名 但是这个提名是几十个电视剧啊 最后也没有获奖 然后在白玉兰奖 他提名了个最佳摄影 其他都没有提名啊 没有一个表演奖项类的提名 那反驳三大队这个电影的提名就比较多了啊 上海国际电影节啊 这个影片男配啊 新人导演啊 都有提名 然后金鸡奖 最佳故事片 最佳导演 最佳编剧 最佳男配 最佳音乐 最佳录音都有提名 然后王潇拿了最佳男配 彭飞拿了最佳音乐 然后百花奖 有最佳新人的提名 长征电影节啊 最佳影片 最佳编剧的提名 澳门国际电影节 最佳影片啊 最佳男主 最佳男配 最佳编剧 所以他也拿到了很多的提名啊 虽然奖项不能说明一切 你也可以说奖项是排座做分国 我奖项有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但是奖项是能说明一定问题的 至于我之前就说过 这个演戏演的好不好啊 人者见人 智者见智 但是奖项的肯定 对演员的表演 对这个电影 电视剧本身的质量来说 也是一个客观的标准 所以光从奖项上来看啊 电影三大队啊 还是要比电视版的三大队更好 那关于表演来说 我刚才也说了 三大队电视剧版 没有任何一个表演奖项的提名 当时我在我那个视频里就说过 秦浩演的让我有些失望 并不是我对秦浩个人有什么意见 秦浩是个很好的演员 他有很多很好的角色啊 令人印象深刻 比如说隐秘的角落 比如说风中游朵雨 坐的云啊 比如说包括近年的哈尔比1944 一人分尸两军都不错 但是在三大队这部作品里面 秦浩的表现 我认为是很一般的 他对这个角色沉浸的不够深 举个例子 他最后也去做了送水工 但是他依旧身形板证 他依旧一看就像是个警察 他不像是真正从事那个职业的 他只是感觉你穿上了一个送水工的背心 来去做这个行业 其实你看起来还是一个警察 这一点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电影版三大队里面的成名队长 和之前刚刚播完的这个宿敌 这个电视剧里面的廖凡 廖凡影帝 张艺也是影帝 两位影帝的表现就更加有说服力 尤其是廖凡在表现这个外卖员 这皮肤油黑 胡子拉叉 头发都打流 包括说话 眼神都非常的到位 这一看就是下了功夫钻影 而秦浩我感觉他在这个角色上 并没有投入过多 并没有深深的扎进去 以至于出不来的那种 所以几项对比张艺的成名队长廖凡的这个角色 包括余和伟这个角色 都要比秦浩在三大队里面的角色更有说服力 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有任何的表演奖提名的原因 而我以上说的这几位都得到了大量的提名 获奖不获奖 咱们另说 咱们可以看明年廖凡的在素敌里的表现 何余和伟在我事情节里面表现 会不会提名表演奖项 我个人认为一定会 再一个就是某伴的评分 电影是7.6分 电视剧是7.1分 这至少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 因为这两个片子里面 都没有什么分圈之间互相拉踩的问题 所以这个评分可以说是相对真实的 并没有太失真 再一个就是编剧 有很多人说电影版的三大队太短了 他没有时间详细的说这个案 其实这案子本身并不复杂 电影版已经很好的表现出来了 这个案子的全过程 而且在两个小时的时间里 还贡献了非常多 名场面贡献了很多精彩的表演 不光是男主 几个男配演的也非常的好 非常的带入 包括摄影配乐做的也都不错 这个电视剧版 我当时就认为这种悬疑剧 你拍到十集十二集最合适的 结果电视剧版生生的拉到了二十多集 是够长了 但是冗长了 尤其是在长时间蹲守的那一段 又加入了人民这么一个角色 和秦浩来互动 当时看的我非常的出戏 觉得跟这个主线都已经偏离了 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 就失去了悬疑剧的这个细腻 本来我们是想看一个悬疑剧 结果生生的拉长了 有点肥皂剧的感觉 所以总的来说 剧版三大队还是让我比较失望 这两个版本到底怎么样 其实已经有很多客观的权威的奖项和分数可以说明了